我们放学了,一起来玩吧 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和收听我们快乐的儿童节目 Happy Lian,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溜溜球 节目一开始呢,先邀请大家去App Store下载我们的牛电视 NiuTV,NiuTV 在这个上面呢,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节目 还可以看到新闻,可以看到电视剧 真的非常的棒啊 千万不要忘了去下载牛电视哦 好了,分享一个好消息 溜溜球哥哥得到了一个很漂亮的盲盒 是谁呀 就是我的女神小丸子海的女儿的话 是因为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会围绕海洋而展开的 我们要介绍一名大名鼎鼎的航海家 他是谁呢 就是克里斯多福哥伦布 OK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下半年有很多的节日 马上要来临的呢,就是我们的哥伦布日 哥伦布日,它是怎么来的呢 哥伦布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今天我们就会邀请我们的华语电视小主播 和大家来介绍一下 分享一下,将会非常的精彩 同时呢,我们也要向所有的华语小朋友 抛出我们的橄榄枝 如果想成为我们的华语小主播呢 只要拨打我们的电话 6263212372 6263212372就可以报名了 没准下面上电视和上广播的就是你哦 好了,赶快鼓掌 尤其我们的华语电视小主播 隆重登场 大家好,我是华语电视小主播 安州良 美洲大陆是一直在那儿的 不是哥伦布创作的 哥伦布只是划着船 去他想要的方向 哥伦布觉得他去了中国还是印度 可是他没有 他去到我们现在在的地方 很多人都问我 安州良,为什么 为什么是哥伦布找到这儿的呢 为什么不是你的朋友 Kason, Kaylee, Stella, Annika, Heidi,溜溜球老师 我说是因为哥伦布努力 然后很多人都说 太难了,太难了 我不想去 可是哥伦布努力 然后呢 他就找到了这儿 我喜欢哥伦布是因为他很努力 然后呢 我听着他的故事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我也需要很努力 然后我的梦想是当一个跳舞老师 还是个跳舞高手 我觉得我的梦想会成功 虽然我在巴黎里很努力 我们把故事结论交给下一位小主播吧 大家好,我是快乐小主播 谁选择 我交给下一位小主播 我们把故事交给下一个小主播吧 大家好,我是快乐小主播 他里个人不克服克兰 他觉得像西航西超过两个月 他有做的学手的工作 而且呢,他在学舰上面做了很多的手脚 让大家忘记学舰 结果他的船队继续的房子变开 经过了两个月又九天 他们终于发现陆地 这是美中巴哈马群岛华特领导 我们把故事给下一个小主播吧 想让你在美国的生活越来越好吗 完成2020年人口普查就对了 这是十年才有一次的机会 超过上千亿美元联邦资金的合理分配 包括医疗保健、教育、道路桥梁 以及各项公共服务 只有做好了人口普查 我们的生活才会越来越好 掌握您和您家人的未来 现在就请参与到 人口普查人人有责的活动中来吧 参加的方法也很简单 只要微信关注公众号 美国生活情报局 输入人口普查 就可以到达活动入口了 同时每个参与者 还可以获得20个免费爱心口罩哦 还等什么呢 人口普查人员有责 大家好 我是希望你这订好朋友 我认为一个康卡家 找不到的地方 我还喜欢哥仁布 他有强大的好情心 然后他也实现了他的梦想 我想跟他一样 实现我的梦想 我们把故事兼容交给下一位小主播 大家好 我是华尔真是小主播之人 1492年 哥伦布受到 一般洋国王的命令 带着耿印度 还有 还有给中国皇帝的国书 这里有很多的帆船 很多的水手 从西巴牙去大西洋 一直往西边走 经过了70天 非常辛苦 1492年 10月12号 在早上 终于发现了住地 哥伦还以为到了印度呢 其实他没有到印度了 我感觉工作不好勇敢呢 他带着那么多人 东西都不够吃 还有大风大浪的 终于到达了一个新的陆地 两个人都没有我们住的地方呀 我觉得他还蛮厉害的 接下来我们要把故事给建了 给下一位小主播 大家好我是关了小主播 Delbert 今天我要来讲一两个人物 个人物发现的新陆地 呀呀呀呀呀 鲁鱼中旅舟 就是新陆地 本来没有行者 那个时候就这 是很散而晚的 发现的乱是哪个 之后他又继续往西边走 然后发现了很多新的大陆 他一直以为是印度跟中国 其实都不是的 他发现的是一个新的地方咯 我们把故事接龙交给下一位小主播吧 大家好我是快乐小主播海底 自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 西方终于走出海岸 开始了不同的世界 而且很多人都会跟着哥伦布 到西方去做生意 然后世界就连着一起了 也带来了很多的财富 所以我很佩服哥伦布 他的勇气还有智慧 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一起来完成梦想吧 谢谢大家 哥伦布 意大利探险家 殖民者 航海家 在西班牙伊沙贝拉一世 及费尔南多二世的赞助下 使他在1492年 到1502年间四次横渡大西洋 并且成功到达美洲 此举 使其他欧洲人也知道了美洲 1492年8月3日 哥伦布的舰队从西班牙西南海岸的帕洛斯港出发 他的舰队由三艘帆船和90名船员组成 开始了长达70天横渡大西洋的航程 1492年10月12日 哥伦布的舰队终于看到了陆地 到达美洲卢卡亚群岛中的一个小岛 登岛后 碰到的当地原住民非常友善 他们当时还处于新石器时代 哥伦布除了探索这座未知的大陆外 也从当地人口中 发现盛产黄金的岛屿 在第一次航行的回程中 哥伦布为了取信在欧洲苦等的西班牙王室 甚至还抢掳了几位原住民当成证据 带回欧洲给众人观赏 哥伦布的成功带起了欧洲的航海与殖民热潮 也让西班牙占领了大半中南美洲 除了欧洲人殖民的烧沙掳掠 传入美洲的细菌核病毒开始蔓延 据估计 哥伦布抵达前的美洲原住民人口约2-3000万 但短短100年后 16世纪末 美洲原住民人口只剩下100万人 死亡人数堪比第一次世界大战 从美洲大量流入的黄金、白银和种种资源 也加速欧洲资本主义发展 当掠夺资源仍满足不了高速扩张的贸易版图时 欧洲殖民者又缔造史册上另一页黑暗记录 大西洋三角贸易 也就是将非洲黑人绑架至美洲殖民地劳动 包括挖矿、建设与种植烟草、棉花、甘蔗等作物 再将产品运往欧洲的全新殖民行事 至此,世界才算是真正的全球化 不仅是贸易、政治、人种的自愿与非自愿交流 连动物、植物和病菌都一并随着人类活动传播到世界各地 如历史学者克罗斯比所说 自1492年之后 这个星球上的生命 从此彻底改变了 想让你在美国的生活越来越好吗? 完成2020年人口普查就对了 这是十年才有一次的机会 超过上千亿美元联邦资金的合理分配 包括医疗保健、教育、道路桥梁 以及各项公共服务 只有做好了人口普查 我们的生活才会越来越好 掌握您和您家人的未来 现在就请参与到 人口普查人人有责的活动中来吧 参加的方法也很简单 只要微信关注公众号 美国生活情报局 输入人口普查 就可以到达活动入口了 同时每个参与者还可以获得 20个免费爱心口罩哦 还等什么呢? 人口普查人人有责 好 我是花雨 今天是快乐小主播 每次要我请娘要睡了 今天给你们介绍的是 哥伦布 为什么呢? 因为啊 哥伦布是个伟大的 好海家 哥伦布出了很多很多地方 然后他经过了 黄蜂巨浪 很难说很难的困难哟 但他从来都没有放弃过 然后呢他就来到新大陆 那个大陆呢就是 亚美利加州就是现在我们住的美国 小朋友们 小朋友们 这个故事让我想起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可不像其他人一样 我像哥伦布一样 经过了很多很多难的事情 但我从来这么多 去过就像 你攀眼 以前小时候 我看到攀眼 是很挑战 但我试了 妈妈在下面鼓励我 我一直爬 我一直爬 我就爬到上面了 T恤呢 我觉得呢 不难 只要你试 就会知道 最难还是不难 你们有像哥伦布一样 挑战自己吗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快乐的小主播 每年的十月都有个很重要的节日 就是哥伦布日 哥伦布日 如果没有这个哥伦布日 几十年后 这个美国才会被发现 哥伦布他小时候 他很崇拜马可波罗 他最喜欢去的就是东方世界 然后国王就给他300条床拿去 可是要答应个要求 就是如果你去了 那边有什么宝藏 就带回来分给我 一点 一半 哥伦布就拿着这300条船 就去了 去了他想去的东方世界 然后的话 可是他路走返了 然后的话他就到了美国 美国的话 那时候他哥伦布海维是印度 他就把美国当成印度的 然后美国人就把哥伦布登陆这一天纪念 为哥伦布日 你觉得哥伦布这个医生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医生的故事告诉我们要坚持下去 然后的话 可是哥伦布走返了 所以的话 我也不知道他后面会不会又去了东方世界 好 Eno 可你的梦想是什么呀 你的梦想是这样一个化解 嗯 那你是不是也要好好的坚持呢 像我本来现在有个缘子呀 小朋友梦想要坚持啊 加油 大家好 我是黄一对视小主播 Austin 在1492年 西班牙国王 给了Columbus很多团 还有人去跟中国和印度交朋友 可是他走错了 去了美国了 虽然他走错了 他走到了美国 但是美国人民很感谢他 因为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的美国呀 所以我们把它登陆的这一天 10月12日 命名为哥伦布日 命名为哥伦布月 我读到哥伦布的故事呢 写了一个道理 我们要勇于挑战不怕困难 要勇敢去发现身边的新事物 这样我们的世界会越来越棒啊 今天我的幻想到这里了 你们喜欢吗 大家好 我是快乐小主播拥有 10月12日 有个很重要的人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讲哥伦布的故事 哥伦布呢 他很爱读马可波罗记这本书 他很羡慕马可波罗 他想要讲呢 去东方 然后他们家里很穷 他爸爸是梳羊毛的 赚了很少钱 有些哥伦布的妈妈要叫他去 商店里面买鸡蛋 哥伦布呢 回来的时候 他准备坐下来看书 准备打开书的 那时候 他爸爸就大声上说 哥伦布您的篮子里面 为什么有一条腊肉 然后哥伦布很穷 买不起很大的一块腊肉 哥伦布的爸爸说 哥伦布 这个是你偷来的腊肉 我们家在城 也不能去偷东西 哥伦布的妈妈说 哥伦布你不能贴 你不能说谎 哥伦布就赶紧打着 再快的腊肉 去商店里面还给老板 老板说 这条腊肉海外 海外是被猫吃了 原来是犯错地方了 老板说 老板不信了 陈起了一个小孩 然后就给他封了一半的腊肉 哥伦布 他家太穷了 考不上大学 他很多时候一直去船那里 一直问船长 船一直开 一直开 会开到哪里呢 开船的人都没回答 出这个问题 有一天一个老船长 船长就带他去出海 船长不长大了 他去握了一个 读书很聪明的一个人 怎么开可以开到东方呢 嗯 那个船长就说 一直往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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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赶紧告诉他的朋友 然后他的朋友说 船一直开一直开 不是就掉下去了吗 可是哥伦布还没有发现 哥伦布就出海 然后他就看到了美国 可是那个不去东方 因为他开法了 然后哥伦布 哥伦布就到达了美国 如果哥伦布没有找到美国的话 我们是让美国还没有找 所以现在很多美国人很喜欢哥伦布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快乐小主播莉莉 我今天我要和你们聊一聊 哥伦布的故事 为什么那么多横海家 没有发现新大陆 天天是哥伦布发现了呢 其实是这样的 很多横海家一直遵循 两个月的原作 因为两个月是横海的极限 船上的物资不够 船员的心理和生理都承受不了 哥伦布每天都会给船员谈心 让他们变得更开心 同时他也在时间的事上做了一点小手脚 让大家没有发现两个月的事 最后哥伦布的船行驶了两个月 零九天 于是哥伦布就发现了这片新大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当有困难的时候不要轻易的放弃 只要坚持坚持再坚持 我们一定可以成功的 你们学会了吗 大家好 我是华尔电视小主播小子琪 一年一度的哥伦布就要到了 为什么会有哥伦布的节日呢 也是为了经验 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 哥伦布的全名叫科里斯托弗 哥伦布 是意大利的航海家 还有太险家 他从小就喜欢去航海和冒险节 在西班牙女王的支持下 在92年到1500年 这次同步大西洋 终于成功达到了美洲 使这通欧洲人知道了美洲 哥伦布是勇敢冒险的精神 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现在好好学习文化知识 将来要像哥伦布一样 探索更多人类 未知到奥秘 发现更多的新大陆 还有一个小故事 要告诉你们呢 哥伦布是怎么样 发现了新大陆呢 其实是这样的 本来呢 西班牙女王要让她去的是印度 可是呢 印度要让她到东走 然后呢 她就一直往东走 她以为到到的是印度呢 其实事实呢 其实她到达的是 我们现在住的地方 美洲 所以美国人在喜欢哥伦布 因为是她发现了 这个美国的土地的 她登陆的一天 就是我们的哥伦布日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哥伦布日的游来了吗 但是她发现新大陆的这份 毅力和勇气是指动的决心 哇 哥伦布的故事 告诉我们每个人一个道理 就是如果我们有梦想 一定要去坚持 要坚持不懈 然后要 接受挑战 如果有再大的困难 我们都要自己扛过去哦 然后美丽的曙光 光明的明天 就在不久的将来 好了 那哥伦布的故事 大家记住了吗 那在这里呢 还是要告诉大家 一定要去下载我们的 牛电视 牛TV 方式在下面 非常的简单 同时想要求我们的小主播呢 只要拨到我们的电话 6263212372就可以了 OK 下个礼拜的节目呢 将会更加的精彩 每个星期五的下午4点钟 每个星期六的早上10点钟 在MV300 我们不见不散 同时呢 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的YouTube channel上 打开小铃铛 关注SinoTV LA就可以不会错过每一期的节目了 好 喊出我们的口号 我们放学了 一起来玩吧 我是溜溜球 下周不见不散 See you 想让你在美国的生活越来越好吗 完成2020年人口普查就对了 这是十年才有一次的机会 超过上千亿美元联邦资金的合理分配 包括医疗保健 教育 道路桥梁 以及各项公共服务 只有做好了人口普查 我们的生活才会越来越好 掌握您和您家人的未来 现在就请参与到人口普查人人有责的活动中来吧 参加的方法也很简单 只要微信关注公众号 美国生活情报局 输入人口普查 就可以到达活动入口了 同时 每个参与者还可以获得20个免费爱心口罩哦 还等什么呢 人口普查人人有责